公勋首播,李延年打响第一枪,热血战场竟然拍出了电影集的质感。 9月26日晚间,电视剧《公勋》在四大卫视同步开启首播模式, 单个首个单元剧是李延年同志的光辉事迹, 这个单元剧从朝鲜战争讲起,不仅讲到了38线上的对峙局面, 更是具体呈现了一次我军对敌扣高地的正面重逢作战, 而已经播出的前两集的最大看点,无疑就是这场具体的战斗内容。 前两集的内容当中,先行交代了敌扣在谈判桌上的嚣张气焰, 继而告知观众,要想把敌扣重新带到谈判桌上, 只能凭借自身故意的军事战斗能力。 可以说,简单几个桥段已经开辟出了整个战场的观众期待性和政策决议性, 显然,观众们希望看到我军战斗人员如何拿下敌扣阵地。 而功勋在这个单元剧当中的叙事,可谓是不慌不忙, 尤其是重在我军思想建设内容上的呈现, 这个单元剧的主角李延年同志正是战事思想建设的核心中心, 所以这个单元剧接下来的剧情便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交代李延年如何利用一次逃兵事件来教育全体战事, 如何让战事们升起保家卫国的豪青来。 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些内容, 在已经结束首播的电视剧《大决战》当中, 也是专门拿出了大量的剧情试验, 讲述我军如何进行战事们的思想建设, 有了过硬的思想建设, 才会有战场直上钢铁一般的战斗人员。 基于此,我认为, 在高地争夺战打响之前, 把大量的剧情放在了李延年同志, 对于战事们思想建设的培养上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是适当地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而在战斗打响之后, 功勋在这个单元当中拍摄出了电影集的画面质感。 早前,在不同题材类型的电视剧《跨国压绿江》当中, 也有不少的具体战场上作战的剧情内容, 可以说,这次的功勋可以实现对于跨国压绿江的致敬与齐评, 甚至于可以说, 这次的功勋简直就是十一档期同类题材电影《长津湖》的一次电视剧层面上的大宣传。 功勋前两集的具体战斗当中, 叙事层次非常明确, 包括指挥战的作战部署也是非常清晰的。 观众可以看得明明白白, 这不是一窝蜂式的瞎打, 不是某些神剧的样子。 相反,功勋的李延年单元拿出了真正的战场叙事, 降攻和真实进攻并聚, 继而对敌寇造成巨大迷惑, 从而为我军的进攻胜利, 引起了更多的可能性。 杨公和真实进攻当然属于作战部署层面上的叙事, 而像李延等展示的个体画像内容, 则是对具体战场作战内容的呈现了。 可以说, 在前两集的剧情当中, 除了王雷饰演的男主角李延年,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之外, 这位排雷兵李延也是能够让大家观众动容的。 在这次的作战当中, 他担任排雷工作, 最终自己却踩在了底雷上, 为了不暴露目标, 李延同志深受负伤的剧痛, 竟然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等待我军正式发起了进攻。 显然, 李延这个角色形象, 能够让观众想到战场之上的邱少云。 当年的邱少云同时呢, 也是为了不暴露部队和战友, 而自己默默忍受, 常人无法忍受的巨大疼痛。 当年的战场之上, 也正是邱少云、李延这样的战士们英勇作战, 才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功勋两集的叙事当中, 构建男主角的特征之外, 更是出现了不少的战士形象。 这些形象, 虽然戏份内容不多, 但往往可以实现让观众过目不忘的状态。 有详细的作战部署层面上的叙事, 有具体的战场战斗层面上的叙事, 有主角形象叙事, 有具体战士的角色塑造, 再加上这两集的高地战画面拍摄, 确实是实现了不错的电影机制感。 因此, 电视剧《功勋》算是开了一个好投。 目前来看, 这部电视剧会成为近期剧门追剧的重要作品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